二胎时代 很多妈妈出门都是一托二 只要细心观察二胎妈妈对待两个孩子的状态 你会发现画面相当有喜感 前天带孩子参加聚会 朋友这家的老二爱哭鼻子 按正常的套路 妈妈一般会贴心的抱着孩子问问她怎么了 可我这个朋友完全不会 只见他笑得花枝乱颤 冲着老二说 你又在唱歌呢 唱得啥 给妈说来听听 我笑着说 你也不哄哄孩子 朋友这却回了一句 我家老二就是中系毕业的 演技一流 我又仔细看了看老二的脸 那几类筋豆子的确像是拼命挤出来的 哈哈哈哈 老二总比老大惊 这句话对很多二胎家庭来说 不能更认同 为什么呢 说起来还是很有画面感的 一 老二的嘴 很甜 在老二出生前的岁月里 老大和父母多多少少积攒了不少的阶级矛盾 老大也可以说是有故事的人了 老二出生后 老大立马升级为哥哥或姐姐 成了带兵的人 这是要快点长大的节奏了 懂事的老大慢慢也不再对父母撒娇耍赖了 主场留给老二 老二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那小嘴是相当的甜 逗得爸妈妈呵呵笑 老二内心OS 我的舞台我做主 二 老二比较少犯错 如果把两个孩子比喻成两个游戏账号 父母在练大号的过程中 总是经历了各种艰难嫌疚 对老大的关注也格外的多 而老二因为有老大的前车之鉴 明显顺利多了 管老大的时候 父母没啥经验 留下的后遗针也比较多 后面多得一一对症治疗 这一切老二都看在眼底 老大犯下的错 老二尽量不去踩坑 老大做的好的地方 老二有样学养 久而久之 老二的综合表现 就是比老大要好 三 老二更能解放天性 养个孩子的人都知道 把孩子养大不难 但把孩子教好 其实挺难的 所以很多家庭在老二出生后 老大的生活和学习 依旧是父母的硝烟战场 虽然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 但学习竞争压力太大 学校学完家里学 家里学完辅导班学 父母各种焦虑 很多时候真的顾不上管老二 在这样的氛围下 老二的天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貌似学习上也不用父母太操心 基本属于放养模式 反而更能让老二发挥出潜在的优势 表面看来 老二的智商和情商都更高 也总是表现得更讨父母的欢心 所以才有了老二比老大更精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由父母的养育方式来决定的 二胎父母可以通过和老二的相处模式 来反观自己对待老大的养育和教育方法是否存在问题 以便及时纠正